哈囉大家好,我是DigiBot,也是DJ Design的Jason 今天來想先看看1.3版本新刺新幼虎的詳情 幼虎冷凝屬性,武器類型為必凱 定位是偏向輸出奶 來看看這位Matsugaki的技能吧 強大攻擊,普攻最多可以進行四段攻擊 長腕普攻會進入搖霞狀態,並且擊斬雙色 雙色疊滿的時候鬆開普攻就會施放落雙墜 並且進行一次問征 如果雙色未疊滿的時候鬆開普攻就不會施放落雙墜 但依舊會進行一次問征 少爐攻擊沒啥特別 閃避反擊時,若幼虎未擁有真詳 則會進行一次問征 共鳴技能,幼虎扔出匣子,造成傷害 恢復附近隊伍中守角色的生命值,並且進行一次問征 這裡有五個新的名詞 比較重要的是這兩個,問征和真詳 是個會貫穿整個角色的機制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理解 問征就是抽卡機會 真詳就是抽卡道具 當幼虎進行一次問征的時候 就會獲得一個抽卡道具,真詳 真詳同時只能存在一個 持有真詳的時候,點按普攻就會進行抽卡 抽卡結果有四種,分別對應了四種的攻擊特效 傷害不同,動作不同,效果也不同 這邊以免大家混亂我就直接用ABCD講效果算了 A是削減共振度能力較高 B傷害倍率較高 C打斷能力較高 D可牽引飛行路徑上的目標 共振度就是血條下面的韌性條 削減效果是原先的1.5倍 傷害倍率較高的部分沒差多少 打斷能力可以忽視 反正不是人形怪的基本不會懂 千里的部分其實看不太出來 大部分現有的時機流出都是對單的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聚怪手段吧 不過這四個效果完全是隨機的 所以差距也不大 共鳴解放 誘狐會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 期間會出現按鈕 限時內點擊按鈕可以獲得對應的真詳 如果限時內沒有點擊按鈕 則會隨機獲得一個真詳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自選卡的概念 大家會以QTE的形式進行 以官方分享的截圖來看 S是消減攻陣度能力較高 W是傷害倍率較高 A是打斷能力較高 D是可以牽引飛行路徑上的目標 入場季 誘狐會攻擊並且進行一次問征 退場季 下一位登場角色的協同攻擊 傷害加深100% 持續28秒 共鳴回路 誘狐的共鳴條叫急兆 最多可以擁有四個 獲得方法就是透過真詳 每一次在持有真詳的時間點點按普攻後 除了會進行特殊攻擊外 還會獲得一個急兆 當擁有四個急兆的時候 就可以長按普攻施放失中物攻擊 此次傷害會算作共鳴技能傷害 並且恢復附近隊伍中收角色的生命值 另外 急兆也是有四種不同圖案的 是與真詳獲得的效果所相對應的 根據不同的組合可以分別獲得額外的效果 總共有五種 第一 擁有每一種急兆時 失中物造成額外共鳴傷害 第二 擁有一對相同的急兆時 失中物傷害提升70% 第三 擁有兩對相同的急兆時 額外恢復附近隊伍中收角色的生命值 第四 擁有三個相同的急兆時 失中物傷害提升175% 第五 擁有四個相同的急兆時 同時獲得1、3、4的效果 固有技能 第一 施放真詳攻擊時 恢復附近隊伍中收角色的生命值 恢復量為共鳴技能治療量的30% 第二 施放入場技時 幼虎的冷靈傷害加深加15% 持續14秒 屬性加成是加12%攻擊力加8%的暴擊 共鳴練 一練 施放問真時 幼虎有10%機率免疫傷害和受擊 持續5秒 若切換至其他角色則 該效果提前結束 二練 共鳴回路的傷害提升效果 額外生效一次 三練 幼虎的攻擊力加20% 四練 每次施放共鳴技能時 有20%機率不進入冷卻狀態 五練 施放入場技時 幼虎的暴擊加15% 持續14秒 六練 施放真詳攻擊時 獲得一層齊輕效果 最多可以疊加4層 持續7秒 每層死幼虎的暴擊傷害加15% 能力大概就是這樣 為了方便理解 我有簡化了一大部分的資料 所以到實際出來的時候可能會亂 主要是共鳴技能和共鳴回路裡面的效果 每一個都獨立叫一個名字 腦袋都要心爆了 這邊補充一下 二練 共鳴回路的傷害提升效果 額外生效一次 就是共鳴回路裡這三個效果會額外生效一次 分別變成110%、350%、350% 平常在介紹五星的時候會有專武 次星的話我們就提早拉一拉表格看看數值吧 幼虎的定位其實算半奶半輸出 所以我會注意以下這幾項 第一點 共鳴技能的回血量 第二點 固有技能附加回血量 第三點 共鳴回路失蹤物的分段傷害 第四點 共鳴回路的回血量 實際數字只能做參考 一個90等配上駭型的幼虎 共鳴技能會為全隊回血4000-5000 每次使用增賞的特殊攻擊會回到1300-1500 共鳴回路的回血5000-5700 如果擁有兩隊相同的擊召石會有額外的回血效果 3000-3300 大家覺得這個數字如何了 幼虎其實也沒有一套固定的手法 不過可以大概講一下每次流程 就算一次共鳴技能加4次的增翔的特殊攻擊 然後再加一次共鳴回路的失蹤物的回血 因為共鳴回路的額外回血是隨機的 我就不加進去了 這一整套的總回血量最低是14903 以一個普通的四星奶來說是滿足夠的了 要達到這個流程的條件 理論上可以壓縮至入場季接普攻 長按普攻接普攻 1接普攻 長按普攻接普攻 長按普攻 很長對不對 分解一下就會變成 入場季接普攻 長按普攻接普攻 1接普攻 長按普攻接普攻 再接一次長按普攻 就是4次增翔加一次失蹤物 次要的問題就是斜咒的部分了 一樣用上面的那一套流程 入場季10增翔10 失蹤物20 共鳴技能10 落傷墜4.8 一套加起來是89.6 實戰加個大招或者閃避什麼的就可以了 再不行把武器換成呼嘯重音 至於充能方面 我個人覺得其實沒有特別需要 一是大招不算是幼虎的重點技能 不會影響太多回血量或者輸出 二是我沒有看到他大招需要多少能量 兩個常用的網站都沒有看見 而且如果轉充能扣3 反而會直接損失回血量 所以以現在的情況來看是不會有充能壓力的 最後一個部分也可以講一講輸出 也是一如既往的算一下公民鏈提升幅度 暴擊加3相同級兆的話 傷害還算是不錯的 但問題就是條件是隨機的 而且暴擊也是偏低 除非你想直接拿來當輸出玩核爆 不然這些數字都是不太需要管的 總的來說 幼虎作為第一位開服後的新四星 補血能力是合格的 另外也看得出來 明朝就算是四星都是有設計的很細的 而且那專有名詞 比起五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是比起一個奶媽 他的退場即28秒斜頭攻擊傷害加升100%更加矚目 對於銀鈴摺之來說可是超級福音 面板好的摺之鈴加1的狀況下 大招總傷可以達到20萬 也算是能夠當個主席玩玩 可是放在手腕人的池子裡 基本是沒啥風頭了 最後再強調一次 這是測試服流出資訊 任何未正式推出前的東西都可能進行改動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說的遊戲相關還有更新資訊 那就下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